我已經看到牠現在是崩到這樣 我已經忍不住了 所以就要出手去跟牠磨一下 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杜巴磨一下牠的嘴 你看牠現在牠的嘴已經變成鬼樣 牠們這些綠龜的嘴在什麼情況下要磨呢 就是牠們吃東西 你聽到牠們咬東西有格格的聲音 就要跟牠磨一下 如果牠不影響牠吃東西 其實也可以忍一下 但我已經看到牠現在是崩到這樣 我已經忍不住了 所以就要出手去跟牠磨一下 都是要提提大家的朋友 在開壇之前記得準備好工具 這些內磨手套是必須品 就是用來的 然後今天要用到的小工具就是這一種 有些主人會用指甲錯的 但我自己習慣用這種電磨 其實這些就沒有什麼好 我個人覺得用什麼工具就沒有什麼比較性 最重要的是結果是一種是磨到的 最重要是自己用哪種就心 就用哪種 好了 適合一點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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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稍微磨了一點 就是這樣 我會再磨齊一點 就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樣 哎呀 拍死了 這次能夠嗎 什麼 沒有了 差不多了 好了 現在就磨齊了 美麗了 好了 今天辛苦了你的出鏡了 謝謝大家朋友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